文字幕——YK 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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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nebusters Theorem 它是說什麼 如果我給你一個連續函數 只要連續就好了 在一個有介B區間AB上面 那麼一定會存在一個Polynomial 一個多項是Pn 使得Pn會收斂到F uniformly 這是它的敘述 那上次我們事實上已經大概看了一下 就是說雖然我現在這個定理的敘述上面 是考慮任意的連續函數 定義在有介的B區間AB上 那我事實上做一個transformation 我可以假設我的函數是定義在01上面的 OK 這個上次我們做過了 那麼不只這樣 我現在有一個連續函數 假設它是定義在01上的話 這之前我們在證明明ValueTheorem的時候 也有類似的做法 你現在假設有一個連續函數定義在01上面 OK 那麼當然它在兩個端點 在0和1的取值不見得相同 而且不見得是0 可是事實上呢 我可以做一個transformation 把它變成一個連續函數 它定義在01 仍然定義在01上 而且它在0和1的取值都是0 這個的做法 事實上你就考慮 這個直線的函數 你做一個 做相減 就等於是把它做一個 做一個shift 把它降下來就是 所以你把這一段的東西全部都降下來 OK 所以你事實上可能會有一個函數在這裡 那麼這個的做法就像我們剛剛講 你考慮 假設原來的函數在01 這兩點呢 不見得是0 你就考慮g of x 那麼g of x就是f of x 減掉什麼 我剛剛講那個直線的函數 f of 0 減掉x乘上f of 1 減掉f of 0 OK 那麼這樣一來 這個新的函數呢 g就會在01這兩點取值是0 OK 那麼而且我注意看 原來的函數 OK 這個函數 假設g本身有一個polynomial去進行它的時候 你現在 你再把f of x 同樣的道理 因為這個地方 你有一個f 事實上你做這樣子的transformation 就有一個g 反過來 有一個這樣子的g 你當然 你把這邊的東西反過來的時候 你會得到一個什麼 就是g of x 加上f of 0 加上x乘上f of 1 減掉f of 0的話 這就是f of x 所以如果你有一個prenomial會去進行g的時候 你再加上這一項 這一項事實上是一個一次的多項式嘛 你就再加上這一項 所以當然也會converge 這沒有問題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我不需要考慮所有的連續函數 它在01上面可能會取值不同的狀況 我只要考慮在01上取值是0就可以了 所以我已經把整個問題先reduce到一個比較special的case 就是我現在的連續函數是定義在01上 而且它在兩個端點的取值都是0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 那麼 這個地方我們來看一下 整個idea 這地方大家不用抄齁 事實上這個worksheet我會把它放在E3上 整個大的架構應該還蠻清楚的 這個routing的書上面的證明 它整個idea 它考慮這樣子的函數 qn of x 它是某一個常數cn 乘上1-x平方的n次方 OK 這個東西大家其實1-x平方的n次方這個函數 我們來看一下 我現在考慮x是屬於-1到1 我讓它對稱 OK 這個東西呢 如果大家去畫一下的時候很清楚的 它在1和-1的取值都是0 它兩邊對稱嘛 這是一個偶函數 那麼它的最大值會發生在0點就是 你現在目前開始0的地方都是1 不管n是多少 OK 所以你原來如果n是1的時候它其實是一個拋物線 OK n是2的時候你會發覺它會慢慢瘦一點 然後繼續往下走 所以從這地方大家不然去看到 在這個地方1-x平方本身呢 它當然是一個 除了 除了我們現在仔細看一下 因為兩邊對稱的關係 我就看0到1 對不對 好 除了x等於0之外 除了x等於0之外 其他的點 其他的x如果坐在01之間的話 它的n次方都會趨近於0 好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它會 這個點呢 還是維持在這裡 然後這邊會降下來 OK 很像x的n次方的樣子 只是這地方 我為了我這邊的需要起見 我把它做成一個兩邊對稱的函數 OK 所以在這地方很清楚的 這會converge to 1當x等於0 它會converge to 0 當x不等於0 看很清楚 也就是說 這個圖形上面 我們待會會show 當n越來越大的時候 它其實會怎麼樣 它其實會所有的 我們說所有的mass 你會發覺它都會集中在0這點附近 OK 這是它的特性 那麼在這個地方 當然我們來看一下 我為什麼前面要乘上這個cn呢 基本上我的想法上面是這樣的 這有點像一個density function OK 可是當n越來越大的時候 就像我講 它的整個密度都集中在0點附近 可是我希望它的total mass 永遠是1 OK 所以在這地方我會要求 這個東西前面要乘上一個cn 值得1-x平方 這個東西 再-1到1上面的積分呢 會等於1 OK 整個idea就是說 這有點像一個density function 可是我希望它的total mass 永遠維持在1上面 OK 那這個地方 由於這個關係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函數當然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了 這個是一個連續函數 對吧 對於任意的n 這是一個連續函數 這個函數是不連續的 對吧 它其它是0 0這個點跳掉是1 所以它當然這個收斂不是uniform OK 可是事實上 我如果把這件 待會我們看 我如果把0點避開 我取一個很小的delta 那麼我在這個1到delta這個區域裡頭 事實上我如果取b區間的話 它是uniform convergent OK 因為它會dominate by delta這邊這個點 OK 好 這個我們的idea 那 這個cn somehow 我會知道說 我要的是 它最後所有的這個mass呢 這個density 通通集中在0附近 OK 好 這是我想要利用的一個函數 那麼 這個函數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狀況 為什麼它出不來 討厭 好 所以這個地方當然 N等於0的時候 是constant function1 OK 然後呢 N等於1的時候 我剛剛講過它是一個 呃 拋物線 可是這地方你會發覺 跟我剛剛畫的這個拋物線 有點不一樣 好 剛剛我們畫的 我畫的 在黑板上畫的是 1-x平方的n次方 對吧 好 可是你會發現你如果做一下 sorry 1-x平方 當n等於1的時候 這個積分不會是1啊 好 所以它至上 前面要乘上一個cn去normalize它 OK 所以 這是N等於1的情形 N等於2 3 4 你會看到 1的部分 它的density會越來越大 所有東西都集中在這裡 它的total mass 整個是1 OK 那麼最後呢 所有 所有它這個density呢 全部都集中在0的這一點上面 OK 好 所以到後來事實上 其他的點幾乎都是0 OK 那麼 只有在1的附近 會有曲值 而且它的曲值還會蠻大的 OK 可是 不管怎麼樣 它全部呢 這個qn 它在-1到1的這個積分呢 永遠都維持是1 Alright 好 這個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我畫到40 當然要去改它也可以 你可以再去看 它基本上就會一直往上衝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 它整個idea 它要考慮的是 這個function 它的pn呢 是把它define成-1到1 fx加t乘上qn 那麼 那麼 如果 嗯 有些同學學過公數的話 應該聽過 應該知道convolution這件事情 OK 事實上它就是qn跟f的convolution Alright 好 所以我現在考慮的這個函數 qn 它是什麼 1-x平方的n次方 前面乘上一個cn OK 記住這個cn是什麼 我不見得積得出來 我不見得需要做它 反正呢 這個cn是要使得 qn在-1到1的積分上面 永遠維持是1 OK 好 那麼 在這個地方我仔細看一下 這個qn就照我們剛剛講的 我如果隨便給一個absolute 給一個delta大於0 我考慮這個函數 記住喔 你在這個地方呢 你的cn本身 等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 從這裡 當然在這個地方 跟剛剛我們只看 1-x平方的n次方 這件事情就很不一樣 這東西我很清楚的是 它所有不等於0的點 都會去均於0 所有等於 只有1 0這個點會取值是1 可是你乘上cn之後 這東西收不收斂 我不曉得囉 這樣懂我意思嗎 因為這個cn會隨著n來變嘛 對吧 它會隨著n來變 可是問題是 這個cn到底可能有多大 我必須要看一下 好 我們注意到 由於這個的關係 我知道 我們會超過 這東西可以看到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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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我就必須要稍微從這地方去做一下estimate 我注意到note 1-x的平方的n次方 這東西當然大家可以用各種方式去證明 它會大於1-n乘上x的平方 for all x 屬於-1-1 你要用binomial theorem去展開去看也可以 你要用微分的方式去做也可以 你可以考慮說這兩個函數相減 然後去考慮看它的微分是正的還負的 然後這兩個函數當然在零點的 兩邊是對稱在零點的時候是一樣的 你可以用這件事情去看 那麼這個事情當然我注意到一件事是 這個反而是一個偶函數 所以我知道它會等於兩倍的0-1cn 1加x的平方的n次方 dx 而這個東西照我剛剛講的 它會大於1-n乘上x平方 所以它會等於兩倍的0-1cn 我們先乘上1-nx平方 dx 這東西不要忘了 這邊永遠是1 所以這邊我們激出來的時候 會是什麼東西 前面是cn ok 所以是兩倍的cn乘上0-1 1-nx平方 dx 這個東西呢是1-nx平方 這邊是多少 三分之 是吧 三分之 nx三次方 所以01的話是三分之n 我有沒有算錯 有沒有算錯啊 沒錯 ok 這東西是三分之n 可是這個東西我們注意看 事實上我比較想要看到的事情是 這整個東西呢當然 所以這是2cn 所以這是2cn 這東西是三分之2n 所以從這邊這樣子看起來的話 它會 你的cn呢 會應該要 我先想看 這可能不是我要的 我要估計一下cn到底可以有多大 ok 所以事實上我們仔細看一下 在這邊呢 ok 重來一下 這邊當然 在01裡頭 1-n平方 這個項永遠是正的 所以我可能要這個地方再 再積得小一點 所以我只要它 積到 1-n 為什麼要這個 我們待會再看一下就知道 ok 這邊呢 我做積分的時候 我如果只積0到 1-n 剛剛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個1嘛 好 那麼 這邊呢 這邊我做積分出來的時候 這個東西是什麼 2的cn 所以同樣的道理 我會有一個 根號n分之1 減掉 這邊是多少 n乘上 3分之x的三次方 0到根號n 所以這邊我記出來會是 為什麼還是這樣 alright 這是根號n分之1 對 alright 好 所以這個地方我注意看 這邊會出來是 根號n分之1 減掉n乘上 n乘上 根號n分之1 這個消掉 然後這邊是除以3 alright 所以這邊告訴我說 這是4倍的cn 因為這個相減之後是3分之2 根號n 我這邊做一下估算 剛剛我那個算出來的東西 事實上 因為我原來機是0到1 還太大 我在這地方稍微再去修一下看一下 所以從這地方告訴我什麼 這地方會告訴我說 我的cn呢 會小於等於 我把這個放過去 除過去 會小於等於 4分之3的根號n 從剛剛我們看到的狀況我知道 1減掉x平方的n次方 當n越來越大的時候 它事實上整個函數 大部分的值 除了x等於0那點之外 全部都會越來越小 OK 那你這個cn somehow 沉進去的時候 cn一定會越來越大 可是它不能太大 因為我這邊要求它 整個qn在-1到1之間 它的積分是要是1這件事情呢 也控制了這個cn它的大小 它不會太 它不可能太大 它了不起 它一定會比3分之3根號n 也就是說 它比根號n要小 某一個常數來說 OK 所以這樣一來 我們可以看一下 所以在這地方 這個東西當然是小於根號n 所以我們就差不多 跟根號n去做比較就是 所以這是第一點 我從這個式子所得到的事情 OK 那麼第二件事情 我仔細看一下 如果我隨便給你一個delta 不管delta是多少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函數 那麼從這個圖形上面 1-x平方的n次方的圖形上面 我看它都是這個中型的樣子 對不對 所以它 因為它兩邊對稱嘛 它在01事實上它是递減的 對不對 好 我如果考慮的區間 是把0點附近避開的話 因為它遞減的關係 所以我知道 這個qn cn 對於cn 1-x平方的n次方 如果我考慮 x是屬於 x的絕對值是大於等於delta 也就是說我只看兩邊 我把這地方呢切開 這邊有一個delta OK 那麼這個東西當然這邊是正的 它會小於等於cn乘上 1-delta平方的n次方 可是你的cn呢 我剛剛已經知道 它了不起是根號n這麼大 對吧 所以你從這件事情 delta是 介於你的delta呢 它其實 sorry givendelta這地方 我必須要它小於1 OK delta必須要比1來得小 OK 所以1-delta平方 仍然是一個正的 介於01之間的數 所以它的n次方 事實上它會去距離0 而且它去距離0的速度 是比根號n要來得快的 這個東西仍然會去距離0 right 這個會去距離0 等比級數它去距離0的速度是比 所有的rational function都來得快 OK 所以從這個estimate其實告訴我什麼 所以我知道 這個會imply 你的qn 其實會去距離0 我剛剛已經看到 除了1那點之外 oh sorry 從這個地方事實上 我跟你講我即使成了cn之後 我們剛剛原來沒有成cn的時候 當然除了0點之外 它全部都會去距離0 現在即使是成了cn之後 由於我要求這個cn呢 會控制qn的這個積分 負1到1的積分永遠在1 OK 這件事情仍然保證qn會去距離0 OK for all x 怎麼樣 它的絕對值 大於等於delta 小於等於1 所以它在這個區域 仍然會去距離0 不只去距離0 由這件事情告訴我 它去距離0的速度 還是什麼 uniform 它在這個區域 它去距離0的速度是uniform OK 好 這也就是說 我在這邊講的 我們剛剛看一下 就是說對於任何的delta而言 qn呢會小於等於 根號n乘上1點delta的平方的n次方 for all x 在delta和1之間 事實上這個delta 我需要它小於1了 所以qn會converge uniformly ondelta到1 那當然因為它對稱的關係 再負1到delta這區域 也是對的 OK 好 所以 這兩件事情我清楚 我也知道它整個picture OK 那麼 我現在考慮 你說那那個多項式是什麼 這個多項式我就要利用 這個qn去照 OK 所以事實上我讓 pn 是等於 -1到1 f qn -1 -1 -2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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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f of x 所以表示说 这个东西呢 我固定一个x 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 固定一个x 这个东西我可以想象嘛 roughly去想一下 其他的地方都是零 你积出来 最后的东西呢 差不多都集中在f of x 附近 其他地方差不多是零哦 都集中在f of x 就是t等于零的地方嘛 所以那个t等于零的地方 它基本上 这边是f of x 可是你的total mass又是1 所以你可以想象 这样积起来差不多就是 就是f of x 大家可能要稍微想一下 那么当然如果你觉得 这东西你不喜欢 或者是你会问说 这东西为什么是一个polynomial 我要一个polynomial 我不只是要另外一个 连选凡数据 我要一个polynomial 这边有一点上面 我们去做一个变数变换 去做一下看看 我如果让u是等于x加上t 所以我知道我的t呢 是等于u减x 所以在这地方 我就可以 这是f of u 这边是qn 这边是qn u减x dt是等于du嘛 上下线呢 当t等于1的时候 然后t等于1负1的时候 是x减1 这边呢是x加1 所以somehow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的x呢 在这里头 我从负1到1的时候 在这地方固定一个x 你可以去算一下 固定一个x的话 在这里头x加t的范围会在哪里 t会负1在1之间 可是这个地方我要算一下 仔细算一下的时候 因为f本身呢 它只定义在01上 OK 那事实上我在这边做convolution的时候 我要把f看成一个函数是 它定义在01上 可是因为它在01 这两个点 它曲直都是0嘛 所以我就可以extend它到整个real line 所以在这里我在考虑这个convolution的时候 大家注意一下 我考虑f呢 我可以extend f to be a continuous function on r by letting f of x equal to 0 for all x不属于01 OK 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 要把它搬成 continuous function在01上面 取之都是0的 所以我可以 easily把它extend成连续函数 所以我在这边做convolution的时候 它才没有问题 这个积分才会没有问题哦 因为你这个t 我现在做积分的时候是-1到1嘛 你固定一个x 所以x加上t呢 事实上就会在哪里 会在x-1到x加1嘛 对吧 可是 由于这个关系 这边大家要对一下这件事情 我given任何一个x OK 好 这个x是属于01的 所以 事实上这边呢 我的x加t 你x加1 就会在x-1和x加1之间 right 你x在01之间嘛 对吧 所以x在01之间 它-1以后 它这边事实上是负的嘛 对吧 对吧 好 所以它真正有值的地方呢 大概也只有这里 你x加1 x是一个正的数嘛 看到没 OK x加1是一个正的数 所以1一定在这嘛 对吧 可是不要忘了哦 你的函数f 我刚刚做的方式是 只有在01之间它有取值嘛 其他地方我虽然把它extend了 它取值都是0嘛 看到没有 这样懂我意思吗 所以大家 这是维基分号 大家对一下 所以事实上 虽然你做了变数变换之后 formally 它的上下线是x-1到x加1 可是真正 会有取值的 只有在01这边而已 OK 所以这边是0到1 f of u qn u-x du 这没问题吧 这只是计算而已 好 所以我知道 这个东西 你做一个变数变换之后 你可以把它写成这个形式 我再仔细看一下这个式子 Qn本身是一个多项式 OK 你是可以把它写出来的嘛 那么或者你就仔细看一下 假设这边是x的n次方 类似的这样的东西 你做了一个代换u-x之后 它还是多项式 对吧 你前面乘上这个f of u 在做积分的时候 你是逐项去积嘛 对不对 这样懂我意思吗 你这边你假设Qn是a an乘上x的n次方 加上an-1 你就把它写出来嘛 你只要单项单项看就知道了嘛 所以对于单项这边呢 你现在注意看哦 这边是一个x的函数哦 所以它这边x的地方都会只出现在这里嘛 那么Qn是一个多项式 所以这边只会出现x的次方 x的几次方 那么其他前面的系数 随着这个f of u 你做积分之后 x是可以拿出来的嘛 x是固定的嘛 所以积完之后还是常数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多项式哦 这样可以理解吗 这样懂我意思 因为你这一项是一个多项式嘛 right 它本身这一项是一个多项式 不管Qn是什么样子 Qn是多项式的形式 你把它放进去之后 它仍然是多项式的形式嘛 那么所以这边是a 当然是u和x的多项式啦 反正是u的若干次方 x的若干次方 对不对 所以你在这边 它会是u subvention u的i次方 乘上x的j次方 之类这样子的东西 前面可能还要再乘上常数啦 OK 可是你积分的时候 这个x是固定的嘛 看到没 x是fix number 所以这个是出来的嘛 所以你真正积的 就是积这些东西 乘上f of u嘛 可是管它3,2,3 它积出来是一个数啊 对吧 所以会是这个数乘上x的j次方嘛 那你有很多这种像 你把它挤起来 仍然是多项式 所以这个东西事实上是一个多项式哦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它只要qn是任何的多项式 你做这样子的convolution出来 它仍然是多项式 alright ok 好 那么当然 你一旦把这个事情找出来了 类似这样子的证明 现在想想看 Stone-Vastra's theorem 是一个存在性的定理 它是说 任何一个连续函数 都会存在一个多项式 去趋近它uniformly ok 那当然 最重要的事情 你要把这个多项式找出来 现在呢 我已经把我的candidate找出来 ok 剩下的事情就是要clam 这个pn呢 会converge to f uniformly 在这边我提醒同学一下 我有大概翻一下各位的考卷 注意点 大家在讲收敛的时候 尤其是sequence of function 你在它谈收敛的时候 一定要indicate它在什么区域收敛 这样懂我意思吗 因为那个区域改变的时候 它的收敛行为会改变 好 就是说 它也许在它整个定义域里头 这个收敛性 也许不是uniform的 可是你把它的定义域 做一下限制之后 这个收敛有可能会是uniform 所以你必须要很清楚地告诉 告诉人家说 你这个区域指的是哪里 所以这个是不可以省的哦 这样懂我意思 它会差很多 同样的函数 你考虑不同的区间 去考虑收敛性的时候 它的收敛行为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要养成习惯 你指的是在哪一个区域谈这个sequence of function 收敛 所以你在谈function的时候 记住 一个function 一定 comes with 它的 domain 或者是你的 domain of interest 你有兴趣 看到 也许这个函数本身定义在一个很大的区域里头 可是我真的有兴趣的只有在一个小块 而且那个我要的性质只有在那个小块才会对 那我就要把它限制在那边去看 OK 所以这个domain是不可以丢的哦 alright 我在这边顺便提醒大家一下 好 剩下的事情其实就会比较routine的去check 比较是技术上的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大家也会比较知道说 为什么我一开始的时候 让这个QN它的total math要是1 这跟我后面的证明 就会比较容易看出来 当然它整个whole picture很清楚的 就是说我现在你的QN就有点像 就像我刚刚讲的是density function 或者你可以想知它是一个加值函数 那不管F长什么样子 它乘上这个QN之后 事实上如果QN本身不做任何变化的时候呢 它所有的所有函数 原来函数长得什么样 其实都没什么太大关系 它反正只有什么 在x等于0附近的东西 在这边这样沉出来 就只有在t等于0的地方是有 是有作用的 其实它都是0 当n很大的时候 它就变得很小很小了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证明 所以given任何的epsilon 第一点 我注意到一件事 F因为它是一个连续函数 定义在一个有界的B区间上面 所以它是uniformly continuous 所以我知道会存在一个delta大于0 Such that F的绝对值 要小于epsilon for all x y 属于01 for all x 和y的距离 是小于delta 这是uniform continuous的定义 也许我这边要再修一下 不这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样一来我知道 这边有一个重要的东西 delta 那么不要忘了 我们刚刚有讲过 你这个Qn有一个重要的性质是 这个delta一旦固定之后 你的Qn会去均于0 uniformly 对吧 好 所以我们来算一下 大家不需要抄 我觉得这个反而应该 你看一下 你回去自己算一下就可以了 可是这个技巧 事实上在分析上也常常用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1到1 F of x下上t 乘上Qn of t d t 减掉F of x 这个东西 事实上我可以把F of x 写成什么 我可以把F of x写成 F of x 乘上t的 乘上Qn t -1到1 d t 可以吧 F of x 现在x是固定的哦 OK 所以 在这积分里头 t是你的变数嘛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是可以移出来的 可是负义到1 Qn的积分永远是1嘛 这个trick是大家常用的 OK 如果你要把它写成积分的形式 OK 好 所以这两个东西 我都把它写成积分的样子 这个东西 我就把它写成 0到1 F of x加上t 减掉F of x 乘上Qn of t d t alright 好 这东西当然 现在大家就很清楚了 这样一看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地方 你的负1到1 这是0 当t非常靠近0的时候 这两个会很靠近 对吧 我刚刚已经选了 随便给一个epsilon 我可以找到一个delta 只要F of x跟F of y的距离 是小于delta的 那么这个就会 函数值就会小于epsilon 所以在这地方 事实上 我可以把这个积分拆成三块 一块是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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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严格说起来 你把它拆成两块也可以 alright 所以我把它这个东西取了绝对值之后 我可以去算一下 就像我刚刚讲 在这一个区域里头 这个区域里头 这个会很小 对吧 这个很小 这个东西怎么积 永远是1 所以没问题 那么在这两边的时候呢 这两边的时候 不要忘了 QN会趋距离0 uniformly 这样懂我意思吗 好 所以我在这地方 我可以把它写成小于等于 负delta到delta f of x 加上t 减掉f of x QN每一项都是正的 所以取了绝对值之后 没差 对吧 加上 这边我把它写在一起好了 你的t呢 t的绝对值 要大于等于delta 这里头是 f of x 加t 减掉f of x 的绝对值 乘上 QN of t 第一题 第一题 OK 好 那么 f是一个连续函数 在01上面 所以f当然是 bounded function 所以say m是等于 sup of f of x for all x 大于等于0 小于等于1 OK 那么告诉我说 这一项的东西 这个东西 这一项我刚刚已经看到了 因为我现在的选取 axis is fixed t的绝对值 小于等于delta 所以这里头的每一项 都是小于epsilon 对不对 好 那你这边 负delta到delta QN的积分 一定小于等于 负1到1 QN的积分 那小于等于1 所以这整项 这整个项 会小于epsilon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项 这一项的部分 我知道它会小于等于 这两个了不起 是两倍的m 乘上t的绝对值 大于等于delta 乘上QN of t dt 所以在这地方 很清楚的是 因为QN会去距离0 对吧 uniformly哦 所以告诉我什么 这会imply 我如果把它积分 在t大于等于delta QN of t dt这件事情里头 这整个也会去距离0 对吧 我们前面讲过 如果这个convergence 是uniform 你先做积分 跟选取局限 是一样的嘛 那这边已经告诉你说 这个极限是0嘛 OK 所以这个当然会去距离0 这个去距离0 告诉你什么 对于给定那个epsilon 你一定会存在 一个够大的n such that 以这个积分 会 小于 say epsilon OK 搞不好还要乘上这个 这没有太大关系 你会存在一个够大的n 使得这个积分 当n够大的时候 会小于epsilon 所以这个会小于 两倍的m 乘上epsilon for all n 大于等于调整的 这样可以吗 当然你要用原来 这个Qn converge uniform 也可以 事实上 这一将是会均离0的 这整个积分之后 还会去均离0 所以 那么这边当然 我们就证明了 Qn会 converge to f uniformly 那么 为什么uniformly 这边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因为我在这地方 仔细看 你这边固定一个x 你固定的x 好 可是 这边当然 我在这边做分析的时候 是跟delta有关系 对吧 跟delta有关 因为 这个地方 事实上n的选举 是跟delta有关 看到没 这个capital n的选举 是跟delta有关系的 right 因为你delta要先固定 你才能知道它是uniformly converge 可是 这边delta的选举 是跟点没关的 这样懂我意思 因为它是uniformly continuous 所以我在这边选delta的时候 事实上是跟x的位置没有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delta只跟ε有关 所以我的capital n选的时候 当然中间间接的我需要这个delta 可是事实上只跟ε有关系 是跟点的位置没有关的 所以这一点大家要仔细去看一下 所以你在考虑收敛的时候 到底是pointwise收敛 还是uniformly收敛 那你就要去看 你的capital n的选取 到底是不是跟你的x 跟你的点的位置是相关的 在这个worksheet里头 大概的证明 大概也有 所以大家当然可以从这边看 那这个地方事实上 在这个worksheet里头 我做了一些函数 比如说我考虑二分之一减掉 x典二分之一的绝对值这个函数 OK 基本上就是绝对值函数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pronomial大概会长什么样子 alright 事实上你是可以算的 OK 你没有办法写出一番项 可是前面几项是可以算出来 大家也可以稍微看一下说 它的 所以红色的是 我们刚刚要approximate那个函数 OK 那么这个地方事实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approximate大概是什么回事 OK 就是用我们刚刚actually 这个qn 看到没 好 那么所以 它的approximate大概会长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 或者这边是x乘上1-x平方 不不 x乘上1-x这个函数 那么它的approximate 上次事实上大家看过Bernstein那个 其实会有一点点不同 but anyway 都可以做 这是sine函数的状况 OK 事实上每个收敛的状况是不太一样 alright 好 所以在这里呢 这一节里头 这一章里头 当然最后我们谈到的就是Stone virus stress theorem alright 那么 下一个colary 我想当然很清楚 因为x绝对值是一个连续函数 所以当然你会找到一个prenomial 批进去它 那么 这一章在rooting的书上面 后面还有一 不算一小段 一段是谈 continuous function 把它看成是algebra的部分 那部分我想我们就不讲了 在课堂上不讲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自己可以看一下 那事实上大部分的 十遍的课程上面 这样子的后面的东西 其实都会在十遍的课程上去cover 好 所以 事实上我们在这边就不会去谈 所以我们就要进入到第八章 第八章的部分 当然我们前面学了很多有关于sequence 或series function的一些定理 那么我们怎么把它用到 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上面 那么就是第八章想要谈的事情 所以第八章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谈的是power series Power series 事实上大家在微积分的时候都谈过 那么我们在谈第三章的时候 也有 roughly 简单的做一点点的介绍 那么什么是一个power series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它是一个很特定形式的 series of function 所以在我们谈过series of function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series of function的角度去看它 所以它的general form会长成 cn乘上x减掉a的n次方这个series 那么a当然是任意一个时数 在这张里头我们会大部分 即使是rooting的书上 也会focus在real domain 也就是说你现在考虑的x都是时数 只在时数上去做考虑 那么rooting的书上说这个这样子的 它说这些呢叫做analytic functions 所以在这个地方事实上 可能analytic这个定义来讲 会跟其他书上有点不一样 那么严格说起来analytic function 它的定义应该是说 这个函数是可以有一个power series的表示法的函数 这样子的函数我们叫它power series 叫它analytic function 可是这地方rooting的书上就直接说 这些就是我们称的analytic functions ok 好 所以这地方当然 我们要回来fundamental的事情上来看 就是说好 这地方它这样讲到底在讲什么 所以第一个你有一个power series 好 之前我们也谈过 once you have a power series 我一旦给了一个power series 第一件事情要谈的是什么 第一件事情要谈的是什么 马上要看的事情是什么 收敛半径 事实上是收敛区间 所以你应该要decide收敛区间 事实上你在考虑收敛区间的时候 你在考虑的收敛行为是什么 point wise 一点一点一点的去看 那事实上我们在第三章谈的时候 我们又简单介绍一下power series power series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是什么 假设以这个power series 这样子的power series来讲 我们会说它是一个power series centered at x equal to a 它的中心点在 a 上面 或者是以 a expand around a 就是说以 a 为中心展开的power series 所以这是你的点 a power series的特性 上学期 我是把它放习题上面 假设这是x1 假设这是x2 alright 那么假设我知道 x2是收敛的 这个power series 在x2这个点是收敛的 请问他在x1这个点收不收敛 收不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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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敛吧 他会收敛 他不只是收敛 他应该怎么样 应该absolutely收敛 如果他收敛了 如果在x2这个点收敛的话 x1 我特别把它画得比较开 就表示说x1到a的距离是比较小的 那么在x1这个点它不只是收敛 它是绝对收敛 OK 好 反过来 如果在x1这个点是发散的 那么在x2这个点也发散 这是我们之前看过的性质 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边去deduct 它事实上是有一个收敛区间 这个收敛区间 是因为它有这样子的性质 得出来 OK 那么也有所谓的收敛半径 那事实上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 它的收敛半径可以怎么决定 这收敛半径可以怎么决定 可以考虑limit soup of 根号cn的绝对值 取开n次根号 然后取它的导数 对吧 你事实上是可以算的嘛 它只可以完全可以由这个决定 可是这个地方我必须要把它take it as extended sense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是0的时候 我要把它当做是什么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实数运算 那么事实上我就把它定成无限大 这个收敛半径是无限大 如果这个东西 这个limit soup 算出来是无限大 也就是说这个cn 根本就不是一个bunded 不是bunded sequence 那么我就要把这个东西定成0 OK 定成0的意思就是说 它只在a那个点收敛 其他点都不收敛啦 所以这是in the extended sense 好你可以决定 所以这是之前我们已经讲过的 现在我的问题是 suppose 这个power series 它converge for all x 减掉a的绝对值小于r OK usually 我会take r 是它的收敛反应 这没有问题 好 那在这地方我就要讲了 我们so far 讲到这里 这个收敛都是什么pointwise 都是pointwise 那么当然 我会问一个问题 是 如果我put 因为它既然在这里头收敛 所以对于每一个x 在x-a的绝对值小于r的这个区间里头 你就可以define f of x to be cn 增上x-a的n次方 for all x-a的绝对值小于r 所以你会有你的limit function 所以你会有你的limit function 你一旦define了你的limit function之后 接下来你想要问的问题 就很多了 第一个 第一个 你这个 这个极数 虽然在这里头是收敛的 它会不会converge to f uniformly to f 这会不对的 对吧 这很自然的 你知道pointwise收敛嘛 你应该继续push 你应该问说它是不是uniformly收敛 这是原来你的收敛的范围哦 ok 好 那么当然 如果它是 那当然很好 如果它不是 为什么是很好 如果这个收敛性是uniformly收敛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很多f的性质哦 对吧 第一个 因为这个是一个什么 这个series它本身 是一个多向式的pointwise limit嘛 对吧 你固定一个n它都是多向式嘛 所以它是多向式的pointwise极限嘛 power 这个series power series 所以 如果 这个答案是yes的话 好 我知道f本身一定是连续的 有一个 第二个 当然它连续它可积 而这个积分跟极限可以换 这个积分跟极限可以换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如果把这边放积分符号 这个积分跟这个极数的这个符号是可换的嘛 可以换进来 所以事实上就变成是可以逐向做积分 alright 如果我知道这个答案是yes 那我当然甚至想要问的问题是 这个函数f会不会可为 那大家就要回忆一下 我如果知道这个极数会收敛到funiformly 我有没有办法回答可为的问题啊 可不可以 不行哦 这点大家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对于微分的部分 它要比连续的和可积的这两个情况要复杂 它必须要把限制条件放在什么fplumb上面 对吧 它必须要把限制条件也要加在这个原来这些sequence function的微分上 所以很自然你要问的这些问题 这是我们想要做的 那么大家仔细回忆一下 我不知道 你们还记得多少 就是在微积分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power series 在它收敛半径之内可以逐向微分 逐向积分嘛 你看 可是 你就知道你可以这样做而已 可是你都不晓得这件事情是不是合法的 就是说它有没有ground 它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的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很显然 前面我们在考虑sequence function的这些theory 就要来帮忙我们解决刚刚我post的这些问题 OK 这是第一个 好 在这边呢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大的picture 当然 之前我们看过收敛半径 收敛半径我很清楚 假设R是它的收敛半径 那在收敛半径之内的点 它的收敛 全部都是absolute收敛 对吧 可是两个端点其实问题是比较大的 同样的收敛半径它有可能在两个端点同时收敛 也有可能在两个端点一个收敛一个不收敛 也有可能在两个端点同时都不收敛 OK 那么 所以当然我们除了考虑这个收敛区间里头这个开区间的问题之外 我们当然也会考虑一下端点的情形 OK 好 看前面的theory怎么帮忙去解决端点的问题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刚刚我们post的这些问题 假设 假设 好 因为所有的讨论 其实你做一个transformation 很容易的就把它一般的结论呢 放在它center是A上面 所以我们后面的讨论 除非有必要 我们都会只考虑A等于0的情形 Alright 那么所有A等于0的情形的proof 都works for general A OK 所以我们只会讨论 以0点展开的状况 好 那么这地方它告诉你说 如果这个public series 它converges for all x的绝对值小于r then it converges uniformly on 不exactly 这个地方是一个开区间 是-r到r 这地方它的uniform 我可以保证的 是-r加上epsilon 和r减掉epsilon Alright 好 这个东西我相信大家很容易去找到反例 OK 嗯 事实上尤其是这个情形是 你去找一个power series 它的收敛半径 假设是1好了 可是在两个端点都不收敛的情形 OK 前面我们在考虑power series 甚至我们在考虑tailor series 大家都看过一些图形嘛 那有一些你会发觉端点的地方 实际上它就一直跟其他的行为差异性蛮大的 那那种 大概不可能在它整个收敛半径里头是uniformly收敛的 Alright 可是它这地方告诉你什么 你原来要考虑的区间 我现在是以0点来考虑 对不对 你原来会收敛的区间是这个开区间 OK 那么它的收敛行为 我没有办法保证在这个开区间里头是对的 可是我只要缩一点点 我考虑这边是r -r-r-e 这边是r-e 在这个b 区间它是对的 Alright OK 那有些书上把这样子的收敛叫 almost uniformly 它不是真正的uniform converge but 差不多差不多 Alright 我把它收一点点它就是 Alright 好 那么这个定理除了告诉你这个 它是almost uniformly converge之外 它也告诉你说 这个函数 我们刚刚define的这个limit function 它会是continuous 它不只是continuous 它也是differentiable 而且它的微分 事实上是跟这个series的极限是可换的 换句话说 它是可以逐向做微分的 OK 好 那我们 somehow 我们没有办法直接apply 来第七章所得到的这个结论 我们可能要再做一些modification Alright 好 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同学 即使你不知道proof 你至少要把上课的内容的叙述 在今天你睡觉之前想一遍 这样懂我意思吗 至少你知道你在这一堂课里头 已经上了什么东西 那如果下一堂课 我可能要用到这个定理的时候 你不会又 傻住了 OK 所以你至少要把定理叙述 稍微go over 一遍 要想办法去了解这个定理叙述 在说什么 Alright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想要proof的是 given任何的epsilon 大于0 我考虑 这个区间 考虑 -r加上epsilon r-epsilon 这个b区间 OK 好 所以 在这个地方 那你说 当然有人会问 如果r是无限大呢 那你这个epsilon 可以取得很大嘛 就是任何一个有界的b区间都可以 这样懂我意思吗 Alright OK 好 我注意到一点 Note 这个series 我其实不用a了 我就直接把h取成0 这个series 会converge uniformly 不是uniformly converge absolutely at x equal to r-epsilon OK OK 这地方当然我必须要要求 say epsilon 是小于r的 OK 我证明了epsilon小于r 都对epsilon大于r 当然也对啦 对吧 这没有问题嘛 而大的时候 你把它再说一下 没关系嘛 好 好 所以我这个地方考虑的是 就是 在这个点上面它是absolute convergent 对吧 OK 所以在这地方事实上 我就很清楚的 Cn 的 所以告诉我说 that is Cn 的绝对值乘上 r-epsilon 的n 次方 这个极数是收斂的 所以在这地方我注意到 n for all x 属于 -r加上epsilon到r-epsilon 你的Cn 的x 的n 次方的绝对值 是小于等于Cn 的绝对值乘上r-epsilon的绝对值的 OK This is true for all n OK 所以我由bacillus m-test 会告诉我什么 告诉我说 因为这个收斂 所以告诉我 这个的收斂性 是converged uniformly -r加上epsilon 到r-epsilon 可以吗 可以吗 要绝对收斂哦 OK 所以这是典型的vaceless m-test 的application 好 那你说 我怎么样得到 我的limit function是continuous 事实上我在这地方看continuity的时候 我还是可以一点一点的去看嘛 对吧 好 given任何的epsilon given x 属于-r到r 因为这是开区间对不对 所以我一定会存在一个epsilon大于0 session x 会属于-r加上epsilon 和r减掉epsilon 可以吧 也就是说 虽然 我这边有的是开区间 可是你在考虑主点去看东西的时候 你一点一点去看的时候 你不需要看到这么大 对不对 你一定会存在某一个epsilon 使得x 会落在这个b区间里头 对不对 因为这是你的-r到r 这是0 假设你的x在这里 你这边一定还有一个点 对不对 这两个点都有一个点 所以你就选你的 这就是你的epsilon 看没 好 那这样一来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这个series 这个series 会converge uniformly on -r加上epsilon 和r减epsilon 对于这个epsilon而言 ok 所以告诉我 the limit function 这个limit function 其实是原来的f 把它restrict在-r加上epsilon 和r减掉epsilon中间 ok 它只是定义欲限制的比较小而已 收敛的点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 这个收敛在这个区间里头是uniform converge 它的limit function是原来的函数 限制在这个定义欲上 所以 因为它的convergence是uniform 这边 这个极数的每一项都是连续函数 所以它的limit function当然也连续 ok 所以the limit function is continuous 那这边我们考虑的连续 其实是在整个区间上面都有的性质嘛 in particular f is continuous at x 这样可以吗 你给了一个点x 我想办法找到一个epsilon 取到这个适当的区间 这个b区间 ok 让你的x会落在这个b区间里 而原来的函数 原来的这个power series 它converge 在这个稍微缩小一点的b区间 它的收敛性是uniform的 那么所以我从原来第七章的结论 uniform limit of continuous function is still continuous 对吧 所以这个函数 这是它的limit function 我在这地方 它是限制在这上面看的时候 它是uniform 所以它的limit是这个函数 ok 这个函数会是连续的 那么当然in particular f就会在x这个点是连续的 ok 好 那你说连续性怎么办呢 那我们当然就要看一下 我就要回忆一下 对于前面我们有关于可微分函数 它的uniform limit 要保证它仍然可微 而且我如果要保证它的微分跟极限可换的话 我需要有什么条件 这大家就要想一下咯 应该有什么条件 fmplumb必须要converge uniformly 好 而且原来的函数至少要在某一个点converge 好 那么对于这个现在我们的状况来讲 我已经知道我要考虑的这个theories 是pointwise converge 这没有问题 因为我这边的假设是 但是这个极数在x绝对值小于r的这个开区间里头 它是收敛的嘛 OK 是pointwise收敛 那我们当然就要来看一下 你现在 我若让sn是submission k从0到n ck x to the k's power 我来看一下这个partial sum 这东西当然很清楚的 这是个多项式 这多项是我会围嘛 对不对 可以吧 我就去围它嘛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第一项会不见 对吧 你会得到一个新的series 是这个series 可是这个series 我仔细做一下的时候 我注意到 这个series很清楚嘛 因为我知道limit n 区均无限大 根号n开n次 开n次方 这个极限是1喔 OK 所以我会得到什么 会得到limit soup of n乘上cn 开n次根号 好 这个的limit soup 会跟这个的limit soup 一模一样 OK 这会一模一样 这是极限喔 好 如果它不是极限 这可能没有等号 有一个是收敛的 这个大家可能要翻一下 前面limit soup的地方 好 所以告诉我什么 告诉我 这个新的极数 cn乘上 我把这个东西重新写一下好了 那没什么太大关系好了 你当然也可以把它改成它的index从0开始 当然没太大差别 我想我就懒得做这件事情 OK 所以你可以考虑的是 n从1开始到无限大 cn乘上n乘上 x的n减一次方 OK 你现在考虑的是这个极数喔 这个power series喔 我刚算过了嘛 这个的limit soup 跟这个的limit soup 是一样的嘛 所以表示说 它们应该有同样的收敛半径 对吧 那么 如果照原来收敛半径的定义来说的话 那你会知道 这个series 仍然会converge 嗯 这个区域 它仍然会收敛 原来会收敛的这个还是会收敛 因为这个关系 它会有同样的收敛半径 所以就告诉我说 我刚刚做的事情是不是又同样啦 现在是这个power series 你看的是这个power series 对吧 所以这个power series actually 会converge almost uniformly OK 所以 这个power series 会converge uniformly 对于 对于任何给定的这个epsilon大于0而言 这个power series 在这里都会是uniformly converged alright 好 所以这个地方很清楚的是 由我这边的这个关系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你现在要考虑的这个sequence 是sn 对吧 好 所以这个snplum本身 在我这边讲 它在这里头都是uniformly converged OK 所以 同样的trip given任何的x属于-r到r 我会存在一个epsilon大于0 such that x会属于-r加上epsilon和r-epsilon 那么这样一来 我看到 我的snplum 在-r到加上epsilon和r-epsilon 这个b区间里头 它的convergence是uniform的 这个是converged uniform的哦 这个也是converged uniform的嘛 所以它比我原来要的条件还要强嘛 这两个都converged uniform 所以它就表示什么 表示 这个会converged to a differentiable function 那就是什么 原来的f restrict在这里 一样嘛 跟连续的做法一样 是不是 这个函数就会是一个differentiable function in particular f is differentiable at x 这个做法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trick是相同的 所以我就把它限制在这里看 限制在这里看的时候 它的微分是converged uniformly 这个sequence本身也是converged uniformly 所以会保证 这个的极限 which is f restrict在这个b区间里头 它是什么 是可为 不止可为 它告诉你什么 微分跟极限可换 也就是说 这个的极限 就会是这个极限的微分 ok 所以也由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你就会得到说 这个函数当然是可为 因为你一点一点看嘛 每一点你选一个epsilon 去做这件事 每一点 每一个x 你选一个epsilon 去做这件事 所以每一点都没问题 这个都是可为的 而且每一点的微分 我就照样去算 也都是这个东西 ok 所以它的微分是可以逐向做的 alright ok alright 好 那么当然在这个地方 大家就可以了解一下 对于积分的部分 当然我在考虑积分 尤其是remant integral的时候 我本来就是要考虑一个b区间 所以as long as 你要考虑的那个b区间 是落在-r到r 这个开区间里头的 都没有问题 这样懂我意思吗 所以同样的 对于power series 它是不是连 它的极限是不是连续 可为可击的问题 我们都解决了 alright 好 所以之前power series 为什么可以逐向为 或逐向g的问题 在这边我们才真正的去回答它 那么下面呢 我们当然接下来就要看 如果原来的收敛半径 是r 它在两个区间 如果都收敛 那当然没有问题 它的收敛 会是 OK好 应该是这样去post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如果原来的函数 它在两个端点都收敛 它在两个端点都收敛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保证 这个series会收敛是在 包含两个端点的b区间 这样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我们现在 你要把端点加进去看了嘛 或者是如果 它的端点上面 是有一个收敛 一个不收敛的 那么这个情形是什么样子 这样懂我意思吗 好 那下次我们会继续讨论 这边的问题